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Join Plus的專案 那我們今天想特別請大家來聊聊看這個工作方法 就是說我們國家有很多的公共政策要執行 有公共工程甚至有一個公共議題 政府要做一些事情來收集他的意見 然後甚至來形成一些構想 那通常這種東西就會在 因為它還是一個公務人力之外的業務 所以它會跟民間來買服務 也就是招標 那所以我們想像說 我們希望這些公共事務有公民參與 但是到底有哪些事情 最近公共部門正在準備要招標 或者要採購一些規劃或者討論 那所以我們在政府的採購網上面 我們用這些關鍵字 有一些是跟比較公共設施 例如說公園或者是學校 那有一些是說 它的關鍵字有一個叫治理 或者關鍵字叫做參與或者審議或者願景 這個都不同類別 那用這些關鍵字去撈這些 我們畫面上是以單一月份就六月份的決定案件來看 有這些案件 那這些案件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去歸納一下 大概以上一次這個我們測試這個方案的話 一個月有那些案件 那些關鍵字案件的話 總金額是330億 那我們就很簡單的推估 這12就是0.4兆 它應該要去落實一些公民參與 不僅不是整個案子都要 就是說 它某個案子裡面要先開說明會 要開工作坊 要開量場願景討論 或等等等等這一類 那這一部分就會變一個算是 去標定說到底有多少的案件 而且它的類型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延伸去把 採購網上面有這些關鍵詞 有這些應該要落實的案件呢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它的類別 那再去對應到 像剛才那個V台灣這邊有分享 有些工具嘛 有些地圖工具或審議工具 有沒有可把它對起來 我們現在初步大概分類是 文字類的跟地理 有地點屬性 不一定只是地圖 但是有地點通報啊等等 工具 或許跟這些所謂的 日常決定案件是可以把它對清起來 那所以這個是邀請大家 如果你對於爬資料 或者整理資料 標記資料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 因為上一次 或是去年 6月 那這一次我們想說 可不可以把它常態化 用剛才已經歸納出來 算是有一些鑑別度的 標案名稱的關鍵詞 把它算是常態來看 下個月或這個月 又有多少的案件 基於它的標的 所以它就可以用哪一些潛力的工具 所以這是邀請大家來做一個 招標文件的資料 標記跟類型分析 那我們今天也有在後面擺攤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 多多聊聊 好 以上 謝謝